萧妍成为斗圣回归迦南学院 被学子视作神明 苏千也惊呆了 萧妍19岁那年 她以一己之力对抗陨落新年 更是催动出了大型佛怒火莲 将斗黄巅峰的寒风炸成重伤 此后 萧妍就成为了迦南学院的传说 苏千甚至为其专门耸立了一尊雕像 用以激励学子们奋发图强 一晃十余年过去了 这一日又到了迦南学院的庆典日 所有学员 长老皆是聚拢在内院广场 迎接着新生的加入 苏千站在看台中央坐着致辞 如今学院的辉煌与底蕴远超十余年前 这不仅是萧妍崛起后 她为学院带来的资源与回馈 更是得利于苏千 吴浩他们实力的增长 如今这位内院大长老 已经是货真价实的斗尊强者 吴浩与虎家也是斗宗巅峰 距离斗尊之境只差临门一角 在苏千身侧不远处 正是萧妍的巨大雕塑 内院学子们 时不时会将目光投向雕像 他们听过了太多 关于萧妍的传说 一双双灼热的目光 既有对萧妍的钦佩 也怀揣着对未来的期盼 他们期待能像萧妍学长一样 成为内院的风云人物 而后追随萧妍的脚步 成长为名震中州的巨博 就在此时 正在主持庆典的苏千 忽然眼神一沉 他察觉到了一股 令他极度不安恶心的气息 正在迅速逼近 虎家与吴浩也察觉到了一样 抬眸望去 众人在学院上空 见到了一尊气息阴煞的黑夜 竟然是密密麻麻的人马 追随而至 见状 苏千几人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这种阴冷的气息 他们都曾有过记忆 正是来自那极为神秘古老的势力 魂殿 对方既然如此兴师动众的大举来犯 恐怕不会轻易作罢 在苏千等人警惕的目光中 魂殿为首之人 魂幽踏空而出 冷声道 一个时趁 所有人撤离黑角域 他那声音嘶哑低沉 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冷酷 如今魂殿已经发觉 驼射古地可能存在于 嘉南学院范围 他们的任务 就是先一步清场 闻言 苏千原本就凝重的脸色 愈发阴冷了几分 内院学子则是一片哗然 嘉南学院是他们根基 已经在这传承了多年 怎么可能因为对方的一句话 就将学院拱手交出 还未等苏千几人回话 魂幽余光恰好瞥见了 内院耸立的雕塑 当他发觉雕塑之人 正是处处与他们魂殿 作对的萧岩 顷刻间 一股极致的怒火 于魂幽心底生疼 没想到萧岩内斯 竟然与这座学院 还存在关系 狭长的眸子涌过一抹凶悍 魂幽朗声道 听命 血洗此处 鸡犬不留 他原本只是想驱逐 嘉南学院的师生 不过在见到萧岩的雕塑后 魂幽改变了想法 他要血涂这座学院 感受到半空 急速澎湃的杀意 苏谦大吃一惊 他第一时间沟通到了千百二老 魂殿这般来势汹汹的入侵 已经超越他能应付的范围 与此同时 苏谦鼓荡斗气 让自己进入了作战状态 中长了 随我出手 魂殿之人一向杀戮无度 既然对方已经下了诛杀令 谈判已经不会有半分作用 如今之际 唯有他们这群老一辈的拖住魂殿 为学员们争取逃跑的机会 轰轰轰的 激烈的碰撞于学院四处响起 瞧见这恍若漠视的景象 见到空间都为之扭曲的恐怖斗技 让这群刚踏入学院的学子们 滋生出了从未有过的恐惧 在他们眼中 窦黄已经是高不可攀的超级强者 然而眼前爆发的战斗 仿佛与他们的认知不在一个维度 已经超越了他们现阶段的想象极限 极致的恐惧 汹涌地湮灭了一众学员 让他们害怕地四处逃窜 吴浩一边稳定学子们的情绪 一边奋勇欲敌 情贼先情亡 吴浩刚毅的面庞涌过一抹决绝 而后他手中血剑澎湃出颇天剑意 挥砍向了魂幽 面对吴浩的权力一击 这位魂殿老者轻蔑一笑 而后手臂一挥 便是将吴浩中创 见到这一幕 苏谦老脸瞬间僵硬 距离斗尊只差一线的吴浩 却敌不过对方的虚手一挥 就在此时 千百二老收到苏谦的传信 赶到了战场 然而 见到加入战场的千百二老 魂幽脸上依旧透着绩笑 似乎这两位七星斗尊 在他眼中就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 出手解决了吧 这样一个个的现身挺烦的 偏头望向身侧 魂幽淡漠开口 一直站在魂幽身侧的副手 心领神会 邪魅的嘴角挑起 他正好打发一下时间 嗖嗖的 这位魂殿副手身上 黑色气息飙升 富含沙依的目光 则是落定千百二老 感受到这股浩瀚的力量 这两位嘉南学院的古画石 现阶段学院最强占力 却是脸色骤然难看 忌惮的目光 死死盯着眼前之人 斗 斗圣 千百二老畅微微道 他们还是第一次 见到真正的斗圣 这股超脱的力量 让他们身躯不可抑制地颤抖 见到千百二老的反应 苏谦失声叹息 嘉南学院 大劫难逃了吗 面对斗圣级别的强者 纵使他们如何以死相拼 也不会有任何机会 就在绝望与黑暗 笼罩整个学院之际 只听天空中 突然传出滚滚声望 区区斗圣 也敢回我学院 说话间 硝烟出现在了内院上空 随着他伸手一抓 那位准备袭杀千百二老的 斗圣强者 只觉身躯被一道 无形气阶禁锢 不等他发出惨叫 他引以为傲的斗圣肉身 便是被硝烟直接捏爆 化作了一滩虚物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原本厮杀的战场 骤然安静 魂幽望着这道熟悉的身影 身躯猛的一所 硝烟 为何这小子会出现在这里 这一刻 魂幽内心爆发出了强烈的骇然 让他眸光疯狂跳窜 汉毛不可抑制的倒数 来不及下达撤退命令 魂幽求生的本能 让他直接抛弃同伴逃顿而去 既然来了 何必急匆匆地走 冰冷的话语中 硝烟脚步向前重重一踏 脚下波纹化作凌冽的气浪 席卷向了魂殿中人 在苏千等人骇然的目光中 魂殿诸多强者 仅仅是接触到硝烟脚步踏出的波纹 就被瞬间震成了血污 唯有魂幽 依靠斗盛的强大防御 残留了最后一丝气息 一旁观战的苏千 此刻嘴巴张大到了夸张地位 震惊地与千百二老相互对视 硝烟展现的实力 给他们的震撼太过巨大 击杀斗尊就跟杀鸡一样 简直不可想象 原本逃遁的学子们 在听到硝烟的名字后 皆是停下了脚步 当他们见到硝烟单手灭斗圣的壮举 一位为学员们都震惊地无以复加 他们终于知晓 为何这位学长 能被称作嘉南学院最妖孽的天才 不过 这些围观的学员也心存疑惑 为何硝烟学长没有追击魂幽的意思 这无疑将放火回山 然而就在众人诧异间 一道苍老的身影 出现在了魂幽逃跑的路线 随着来人挥掌一拍 便是将魂幽余存不多的生机尽数目 见状原本沉浸在硝烟实力的苏谦 爆发出了强烈的情绪波动 让他年迈的身躯 微微有些发动 这位绝杀魂幽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学院的创始人间院长 盲天齿 硝烟一早就察觉到了盲天齿的到来 这才没有继续出手 一连见到两位学院的传奇人物 还都是货真价实的斗圣 这些内院学子们振奋地紧握双拳 激动的面庞早已是面红而赤 他们无比庆幸能够进入嘉南学院 自己能成为学院的一员 毫无疑问 有这两位斗圣作为后盾 嘉南学院未来将会迎来无限的辉煌 他们这些学员也能蒙受音 未来修炼道路也将坦荡顺畅许多